这一婚我是雷定 你不是要去法院起诉吗 我等法院你传票 东西我先搬到水栈去 我跟你说的话 你当耳蓬风是不是 那好 你和这些东西 你甭想搬到水栈去 你耍带是吧 这卖这房子的事 是你亲口答应的 没你说管的份 对不起 这个房子不卖了 你们走吧 我们 我们还没想美呢 看好啥 哑巴你 你先让他们走吧 什么又让他们走啊 好不容易有人来开房 你们有酒啊 你干什么去 干什么去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败买雷火手续在卖房 你没听见吗 于是我求你了 你冷静冷静 你放开我 你给我松手 我告诉你啊 再东王姐一下我灭了你 上来啊 东西都收拾好了吧 办公司的人来了 你先让他们等一会儿 好 我请您再考虑考虑 还考虑什么 我刚才说的话 你没听见吗 对不起对不起 走走 走走走 对不起对不起 别走别走 不好意思啊 这个家是我姐姐做主啊 你们别听她了 这人就是一神经面 别听 你给我滚 来 老板 把人家引走 快快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你干什么 走 你干什么 你打我 你别看你瞎了 你死了你 宝宝 宝宝 你 都别拉你我 我弄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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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宝宝 你 雨水已经疯了 你要打打我 行了 你还会打人了 长能耐了是吧 真让我开了眼界 你要是不帮我 你就出去 你折腾他 什么时候才能消停啊 我告诉你 少跟我废话 你不知道我是老板吗 你要带帮着 靠来一家人办事的话 你就给我滚出水战 行 行啊 你就把话往绝处里说吧 行 行 这样事我们见多了 这两口子打离婚到财产上的纠纷啊 这房子还怎么卖啊 日豪闹到法院 我们可担不起这责任 雨水啊 他就是一个二傻子 神经病 整天胡说八道 满嘴都在跑火车 你们可千万别听他的啊 再说了 我姐才不会跟他离婚呢 真没事 你放心啊 那真对不起 要不你去其他中介公司再试一试 反正我们是不能再拆手你们家的事了 你们可真逗啊 你们只管赚中介费 有钱赚你们怕什么呀 话不能这么说呀 也不是什么钱都敢赚呀 那个雨水我可见过 简直就是一亡命图啊 我们实在惹不起 不好意思您请吧 那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啊 就得按合同办事 行 你们现在甩手不管了 那就得赔偿我们经济损失了 你们受什么经济损失了 还让我们赔偿 但我们卖房了呀 这房价一天一个涨 我们怎么没有损失啊 这要是一天一涨啊 您晚卖一天 这不是挣得还多吗 那 那我们还得买新房呢 这新楼盘呀 长得更厉害 必须赔偿 那不好意思 这个我们赔偿不了 不行 那你也得赔呀 你怎么能不赔呢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那你说这事怎么办呀 哎呀天哪 这雨水真是中了大鞋了啊 怎么能下这种狠手啊 疼吧儿子 忙不疼吗 你忍着点啊 这儿啊 这儿 来 你以后别跟雨水动手了 行不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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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水手脚这么利索 她以前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啊 我就算是穿着她脑门 她屁都不敢放一个啊 是啊 我也 我也是觉得 哎 她今天怎么动作那么快啊 她一下子就把你摔了好几个跟头 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见过她跟别人打架 连我们水战的生意被抢了 她都不会跟人吵的你知道吧 她那么老实怎么会 那这么说她是一直在装怂了 哎呀 姐 这不对劲啊 这么说这家伙不简单啊 啊 啊 不简单 对 我就是觉得不对劲 啊 他整个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啊 从脾气 到说话的方式 啊 我 我 我完全找不到她以前的影子 不对 她再出去了两天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怎么会呢 就两天 是这两天的事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桑叶和雨水不正经 来来来 小心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可你就是不相信啊 要变也不是现在变的 早就变了 就你傻不知道 摇什么头啊你 你还不相信是吧 兰兰 妈也该劝劝你啊 要是这样 就真的去做离婚的准备吧 反正雨水提出的那个条件呢 咱们也没吃什么大亏啊 那房子保住了 水战 它不说一人一半吗 妈 这不是吃不吃亏的问题 更不是钱的问题 现在是我的家要没了 这 我怎么办 我儿子怎么办 本来好好的日子 这一下子 这一下子两天的工夫就要没了 我的感情 我的一切都给了她 妈 我接受不了 我转不过这个盒儿来 我不能就这么 不明不白地跟她离婚 不明不白 你又能怎么样 她为了离婚 万一也下这种毒手 那你 那就让她打死我 我就是要死 我也得死个明白 我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是谁毁了我的家境 敲走了我的丈夫 你 行了行了行了 妈你别劝她了 她现在满脑都是浆糊 你就浆了吗你 有你这么说你姐的吗 我走了我走了 你去哪儿啊 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行 这些事儿啊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妙妙妈一大早啊 就过来给你送鸡她 我呢就跟她说了 妙妙怀孕的事儿 你说 我是不是 该去跟小诚说说啊 你说这孩子她 你 你